那若是說化療中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化療中的時候這時候飲食呢 最重要就是說我們可能要 以均衡飲食為基礎 可是我們要提高熱量跟蛋白質 那就是說這時候呢 蛋白質跟熱量提高的狀況下呢 有時候我們因為化療的狀況 就是可能會噁心嘔吐 或是一些不舒服的狀況 或是心情會緊張 所以我們吃的飲食量可能會有下降 就是這一餐可能吃不了那麼多 那這時候我們其實不要強迫病人去進食 就是說強迫自己吃很多東西 其實沒關係我們就本來吃三餐 我們可以改成吃六餐 就是量變少沒關係 三餐的話我們一樣是均衡飲食 然後慢慢的把底頭蛋白質的量提高 就是那個豆、魚、蛋、肉類 那個量要稍微提高一點 那整體的熱量也要稍微高一點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吃的量又減少 那要怎麼提高熱量呢 其實我們可能可以在三餐以外 可以準備一些點心來吃 那點心是什麼呢 點心不是叫你去外面買一些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蛋塔 或是那些加工食品來吃 不是這樣子 點心的話我們可以補充什麼呢 像我們要提高熱量的話 我們就可以補充熟玉米 其實像Seven也可以買得到 就像我們可能化療時候很趕 我們很忙可以去買那個什麼 一般的便利超商 可能就會有熟玉米可以買一段來吃 然後呢或是說補充香蕉啊 這香蕉也是很好補充的能量的一個方式 然後呢還可以買什麼呢 我們還可以賣那個熟地瓜 像烤地瓜那個也可以買來吃 這樣就可以補充你的熱量 那如果是你自己比較有時間呢 在家裡也可以蒸毛豆 蒸蛋 或是蒸一條魚當點心吃也是很好的 可能吃一個巴掌大的魚當一個點心 也是中間的一個點心也很好這樣子 但是我們會先學校 CLG 我們會不會再吃一個裝飾 我們會不會再吃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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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再喝一個 然後呢 我們會不會再吃一份